我是阿图,这个星期二很荣幸的接受了对我韩语人俱乐部的直播连麦邀请 在直播过程中我跟李和铭老师聊了非常多 韩内外的韩语国际教育的学生还有老师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会分成几个小的视频 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在直播过程中我们聊的话题 今天会聊第一个话题关于国内的高校学生要怎么出国教汉语 那我们就看下去吧 所以前段时间他到北京的时候到了我们对外汉语人俱乐部来做客 我们聊得很畅快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个关键词是留学 他有到澳洲留学的经历 这个中间还有换专业 他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从经济类的专业又换到我们教育类的专业 第二个关键词是跨专业 他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跨行业 来到我们国际中文教育领域里面的一个老师 第三个关键词他是有很多的工作经历 餐厅做服务员的经历有代购的经历做自媒体的经历 当然他同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还是做我们国际中文教师 这个是不可取代的一个标签 他做了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自己做了很多的干货的分享 还有一些经历的视频 其中如何上好第一堂课 全网的播放量超过十万家 非常受欢迎 最后一个标签 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 就是说他是做自己 每当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他会不断的去努力 去实践 去实现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阿图老师 做客我们对外汉语人俱乐部的直播间 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好的 谢谢李老师的介绍 有点受宠若惊 今天一两周跟李老师线下见面以后吧 我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感觉 就是我知道对外汉语 或者说汉语国际教育的时候 就是已经在关注对外汉语人俱乐部的微 不是 微博账号 对 然后到后面发现您有个人账号 后来又追到了微信上 我没有想到自己一个菜鸟老师 可以跟您连蛮 而且您刚才对我的介绍 还有对我贴的这些标签 哇哦 我心里就是哇哦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被看见了 而且是被我一直崇拜的李老师看见了 又介绍给大家 这种感觉还挺特别的 那我在以自媒体人的方式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阿图 因为自己不想背单词 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目前依然在线上教澳大利亚的学生 另外一方面又重新开启了 外地老师阿图频道的自媒体账号的更新 对 我已经停根两到三年了 这中间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东西 但是都是非常少的内容 对 后面会持续更新 今天非常荣幸接受对外汉语人俱乐部的邀请 跟大家再做一个直播的分享 现在国内高校的在读的同学们 那么如何能够走出国门 成为一个对外汉语老师呢 好的 谢谢李老师 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我几乎每天在海内外都会收到这个私信 还有留言就是怎么出国当汉语老师 那其实是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就是你现在正在国内 你要怎么办 那第一个就是走正规资质的汉教机构 划重点 正规资质的汉教机构 那正规资质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证件 大家网上去搜 第二个是 如果他给你承诺说100%包分配 你不用任何资质 没有任何的汉语国际教育的本体知识的支撑 都可以出国 这种就大家自己想一想有可能吗 我们有这么多的本专业毕业的学生 现在就业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如果没有任何资质 就要去的给你承诺100%包分配的 大家就想一想它是不是正规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汉办项目 虽然我也不是汉办的志愿者老师 也没有考过汉办的证书 但是我在海外教书期间 我接触过很多汉办项目出去的志愿者老师 有的老师甚至是我的同事 因为我们叫co-teaching 我们在一个当地的学校里面 跟汉办的老师一起上课 所以我深入地了解过 那第三个就是 大家比较知道的线上的汉教平台 线上汉教平台 如果大家关注这一系列的平台的话 就应该心里也能想到一些 我也不做广告 那在做平台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平台和老师的分层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有的平台它虽然很大 也很正规 但是说实话 我们有的时候 不要一直为爱发点 这个是阿图老师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先要保证自己的生活 是可以过下去的 网上有很多 就是做杜耀汉语老师 就是在家可以月入过外 对 大家想一想 月入过外 它是可能收入看上去是过外 账面上过外 但是平台分出去多少钱 对吧 直到阿图的都知道 阿图只讲实话 只讲干货 所以线上汉教平台 一定要去看看 你跟平台的分层是什么样子的 好 总结一下 国内三个渠道 第一个是正规的汉教机构 第二个是汉班项目 第三个是线上汉教平台 其他我也知道 但是这三个是比较靠谱的 第二个就是你已经在海外了怎么办 海外也有当地的教育机构 但是我只想说跟国内一样 一定要走正规的教育机构 因为有的机构 它也是会去压榨老师 它会说 你没有经验 你过来 我知道你对外汉语很感兴趣 你过来我们培训你 但实际上在培训的过程中 有的培训它是应该付老师钱的 但是很多老师不知道 所以就是以实习的方式招你进去 然后说你没有经验 那就免费给我们上几堂课 或者说很低的薪资 给我们上几堂课 大家就要知道 你在海外是有最低底薪工资的 这个你要去海外当地的 网上去查 就是哪怕你是新老师 哪怕你是所谓的实习 或者说去试课 你都应该是有工资的 这是你的义务 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对你来说是你的权益 第二个是当地注册教师 也就是我曾经的身份 我没有考过汉班的证书 我也没有因为教育机构 去介绍到海外工作 我是在澳大利亚上来学 我读本科的时候 就是学位证书 拿到了去当地 做一个注册教师的一些 我们叫面试 我们没有笔试 没有所谓的在国内的那种 教师资格证 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就是因为读了那个证书 然后做了一些叫ID 就是身份验证 然后面试 面试过了 就可以拿到当地的注册教师的身份 这种是比较靠谱的 我就进入了当地的学校 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 然后这种是 亲自比较高 比较稳定 如果大家是想要出去留学 想要教汉语的话 比较建议去海外读书 然后留下来 然后第三个就是独立教师 我因为有在海外教育机构工作的经历 认识了很多家长 所以那些家长会觉得 读老师还不错 就给我介绍工作 就是会有一些私立的这种机构 或者是做一对一的家教 甚至我们也会租用一个 比如说学校的教室来做教学 会跟学校谈好说 我给学校租住的这个场景多少钱 这种也是比较靠谱的 这样的话就要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我自己能吸纳多少学生 我一天能赚多少 但这种也有一个风险 就是学生可以上课的时间 是在这个学校上课之前 和放学之后 所以你不能按照一个小时 一天八个小时的工作量 去算你的工资 因为你的工资只有 两到三个小时最多 一天只有两到三个小时 所以大家在算 对外汉语老师 就除了当地学校注册的教师以外 所有的工作时间 就是要按照学生可以上课的时间来算 不能按照正常的 一天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长来算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阿祖老师的分享 刚才有人讲 阿祖老师说起本专业就两眼放光 对的 凡是对这个行业有热爱 就是我经常讲一句话 包括这也是名人说的 这不是我讲的 但是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就是你真正的一个热爱 是你知道了所有的残酷的真相之后 你仍然保持一种热爱 刚才阿祖老师谈了他个人的一个经历 和一些看到周围一些案例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总结 但是我这里边也想补充一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国际中文教育 实际上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或者巨大的困难 就是我们行业里面有巨大的信息差 看我们从我们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网后台的数据 有170多个国家的 我们理解还是老师 因为我们人才网是一个找工作 有170多个国家的老师注册了 所以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学校 教学的情况 有很多的个案 有很多的规则 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各种情况 千差万别 需要具体的岗位 具体的分析 但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不信 或者是只信 就是说只能通过官方渠道出国 是吧 只能通过这个语合中心 现在以前阿图老师讲是汉办 现在讲是语合中心 或者是这个官方的项目出国 可以讲在疫情以前 我们对外汉语人俱乐部 就是跟澳洲当地的一个基金会 签了每年要派100名以上 就是这个中文助教到澳洲去 做中文老师的这样的项目 但是由于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 或者是你可能不知道的原因 包括加上疫情的影响 这个项目就终止了 受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影响很大 现在是一个网络 非常发达的一个这么时代 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渠道 去多多的全面的了解这个信息 要理性的了解这个信息 也不要无信 也不要偏听偏信 因为可能某一位资深老师的 一个经验分享 只能代表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你要是想出国做中文老师 还真得就是小马过河 你也不能光听老牛说 也不能光听松鼠说 也不能光听大的说 也不能光听小的说 你得自己去试一试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从知道到做到 其实阿图老师刚才用短短的回答 可能讲了很多干货 但是这个过程 是不能代替每一个人去走的 所以每一个人必须要去经历 我在北京的工作 第一个月工资条 三千零多少 三千零几十块 也没有到三千一百块钱 觉得自己做着自己热爱的 喜欢的工作 没有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些都不是事 我相信阿图老师 肯定也有类似的经历 你可能做着 不得不做的一些工作 有一些我们作为过来人来讲 会有一些经验教训 或者有一些规则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大家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一些老师走了很多坑 有一些老师可能很顺利的就走了 官方的雨和中心的项目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精力 过了一年就回到国内了 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多交流 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 了解更多的信息